歡迎美鳳姐 太漂亮了 謝謝大家 中間喔 這邊喔 謝謝 來美鳳姐這一台 來這邊 好漂亮喔 美鳳姐中間請看這台 中間 好來看這邊喔 好很漂亮喔 好謝謝 一定殺光大家所有的那個底片啊 還有我所有的記憶體 還有美鳳姐左邊 這邊 好這裡 謝謝 謝謝 來美鳳姐 你過來這邊再一次啊 來這邊 拍不完太好拍了 哈哈哈哈 一陣狂拍喔 美鳳姐這邊再一次 再一次 好 好 怎麼會給左邊再一次 怎麼辦每個角度都這麼漂亮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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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喔 太棒了 氣場食服欸 再一張 再一張 哈哈 很老槍 哇 好 好 中間一張好嗎 拍了又拍意有味 怎麼每個角度都這麼好看怎麼辦 好難選 耶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來 媒體小姐 先生們還有貴賓大家 午安 大家好 鳳姐好 恭喜 待會兒請先我要上 今天 真的 壓力有點大 就是在之前也沒幾 大概不到一個禮拜才知道說 我要配戴的是哪一個翡翠 後來知道是戴這一串而且架子 白衣 我就在想 因為我已經想說這個活動我要穿什麼 一般都會覺得珠寶給人家感覺就是很隆重的場合 你要穿那個禮服和那個 可是我又覺得時代不一樣了 翡翠珠寶其實也可以時尚一點 沒錯 真的 真的 然後既然你買了一個價值 真的不便宜 好 就算不是這樣的價值 一般來講 是你喜歡才會買 買了一定要記得就要用 所以就算沒有穿禮服 我也給他戴上 沒錯 開心就戴 就像有的時候買包 它很貴很貴 那你就文宴才能戴 沒有 穿牛仔褲T恤也給他戴 買了就要用 才不會浪費 真的 而且它搭配不同的服裝 也可以穿出不同的造型 也可以很時尚 對不對 像美鳳姐今天搭的這個 初衣60萬 天啊 來來來 謝謝 對 就是搭出時尚感 用翡翠串組也可以 對不對 希望大家會喜歡不同的搭配 非常喜歡 超新生 好 大家都知道 美鳳姐出道已經超過40年了吧 經歷是有秀場 還有跨圖 戲劇 綜藝 唱片 三大領域到現在 不僅是民視一姐 更是跟藍心梅 並稱演藝圈的時尚女王 一年代言的這個產品 次數啊 多到播客技術 可見美鳳姐呢 在我們演藝圈的地位 真的是非常衝高 這等級是不太一樣的齁 所以呢 我們MIRROR朋友圈圈這一場 頂級珠寶 珍惜老三台的 拍賣會 經濟者會上 一定呢 要拿出這個 正店之寶 也是全店最貴的珠寶 請美鳳姐戴上 那 對 真的很感謝美鳳姐 幫我們展示出 她一個時尚的感覺 所以 想要請問一下 美鳳姐 您平常有在收藏翡翠嗎 呃 應該這麼講 在這個圈子那麼久 你要說 呃 我是從很辛苦的時候開始 因為家境不是很好 所以我在讀書 我幾乎都是半工半讀 那有個機緣 我進這個圈子 其實 我第一個買的不是 翡翠珠寶 我第一個會想買的是 我爸爸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 你要記得 你有錢 要先買個房子 因為要不然你會像老鼠一樣 一直搬家 因為房東可能要把 他要漲價 或是他怎樣他要搬 你就要搬 你就要搬 他說 你一定要先買一棟房子 嗯 對 所以我的 賺的錢 一開始是 給我爸買 給我爸買第一棟房子 好孝順喔 那就是我爸這句話 我有聽進去 嗯 在這個世界有一個安家的地方 對 安家的地方 對 那您第一次購買翡翠 大概是在什麼時候呢 好 就是買了房子之後呢 他我就 有時候愛睡啊 就會買些什麼牌子的衣服啊 買 可是你會發覺 這樣的買的話不少錢 比如說三千五千一萬 累積下來不少錢 我都開始在想 買一個就是可以 可以帶然後可以 稍微保值的 嗯 所以我在三十五歲左右 我就買了第一個 我覺得他就是 像翡翠一樣 那麼綠 那麼漂亮 反正就是綠 之類的 他是剛好朋友家裡 有開寶石的店 所以呢他就跟我分享了 一個觀世音菩薩 然後雕工也很好 然後就是那種很漂亮 有厚度的 玉 翡翠 這是我第一次買珠寶 三十五歲的時候 到三十五歲才買 欸出貨意料之外 因為我想說 美鳳姐在這個秀場了 時辰刺炸這麼多年 應該很早就可以買翡翠 不懂不懂 但是呢後來後來有一次 美鳳有約去出外景 我就是在台北市某個巷子裡頭 然後呢他們在那邊打光 因為要拍那個食物 我就到隔壁的地方借座一下 剛好那家店就是 他們是買一些原始 然後就是會做一些 手環啊項鍊什麼 我當下就看上了一個 他不是翡翠 但是我覺得我喜歡它 是因為 它讓我穿什麼衣服 都可以搭配 因為我心裡頭 常演那個 比較辛苦的媽媽 如果我帶個很綠色的玉獲翡翠 怕有時候駕馭不了 所以我就買了 我現在手上戴的 喔 我們今天有樓服 可以看一下 哇好漂亮喔 我就買了一個透明的 然後我就覺得 它的寬度跟它的大小 我還蠻喜歡 我就說 嗯 那我可以戴看看嗎 好像有點戴不下 然後他就幫我抹一點油 然後叫我手要舉高 舉高高的 然後就把那個這樣 一套 就再也沒拿下來 哇 到現在 對就是我拍廣告 或是我拍戲 就算演家已經不是很好 但是有一點腮起來的 都還可以戴 這一個 就是喜歡 買就要買自己喜歡 所以買了就用它 真的一直用 這是我第一個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他叫我 這個透明的 好像寶蕊 這樣 後來之後它叫冰種 對 而且聽說後來冰種很夯 有時候我出去 然後董珠袍一些貴婦看到 你這個就要一百 我買了 我買雖然幾個零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 賺到 買雲買斌 真的可以 爭執 真的可以 爭執 無意接然後就爭執 而且是買我自己喜歡 它就真的是 對 而且越帶我覺得就 好像很透很亮 對 其實斌椿它越帶 越癢會越漂亮 對 對 這是我後來買的第二個 就是 就是 玉啊 翡翠啊 之類的 哦 了解 那我想說 感覺美鳳姐在購買這一些翡翠啊 玉的時候 好像不是主要看它會不會增值 不是 覺得漂亮 我喜歡 喜歡才是重點 喜歡 對 買房子那時候覺得說我爸喜歡就買他喜歡住的地區 後來慢慢知道自己就會選在可能就周遭很便利的一些地方 後來買房子就會買地區 哦 那時候買這個就開心咖啡就買了 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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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北鳳姐真的很有眼光 因為翡翠呢 最重要的兩個大因素就是要嘛有顏色 要嘛它透明度很高 像這個就是屬於透明度是非常高的等級 所以那時候買 欸燒好幾顆鈴現在多好幾顆鈴了 好像耶 對 對 對 它真直性的樣子 那那個翡翠 你一開始有提到說有買觀音嗎 對 那是結緣有特別的緣分嗎 我覺得也是緣分 然後剛我戲裡頭演的那個角色是 還有一點點小小的橘子 然後 對 會去拜拜啊什麼什麼 哦 對 所以我就買了那個 觀音頭上 但是就是戲裡頭都一直在用 對 一直在用 對 在那個年代就是 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媽媽呢 就是都帶我去拜拜 所以我就接觸了這個佛像什麼 但到我媽媽大概六十幾歲七十歲的時候 有一天她就打電話給我 她說 鳳姐 鳳姐 你唱了我你車店我要去上班 你要上班嗎 你要上班嗎 你現在可以嗎 有啊 你說 我唱詩歌給你聽 唱詩歌 你唱詩歌給我聽 你是要唱 對 她就唱台語的詩歌給我聽 那就是 從我不同的階段 接觸到不同的 比如說信仰也好 那我媽媽她喜歡這樣 我覺得這都是緣分 都是緣分 我媽媽現在不在了喔 可是她 久的時候她還留了很多十字架的 對 就是可能跟玉有一點點關係的 或是黃金做的 那我也有佛像 反正只要是喜歡的都可以收藏 都可以收藏 對 都是我的寶貝 嗯 據說那個 翡翠觀音 她曾經有吃而復得這樣子 嗯 對 我說那個觀星菩薩就是 我常常拍戲也在吧 對 到有一天 我不知道女生會不會這樣 我是這樣 可能我又會換包包 換包包我基本上就可能把 我可能補包包 或者什麼 那觀音菩薩 我是用一個金色的 金色的盒子 鐵盒子裝它 好吧 我可能換包包的時候 我忘了 我不知道我放哪裡了 我大概觀星菩薩 下一個五年多 我已經覺得他瘋了 沒有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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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有一天 我跟星菩薩都有一個 每年大概十月 就是我們現在十月快 就是快到就是 有二手藝脈來幫助這個 偏遠地區小朋友的營養午餐 那我就會整理我的衣服 來捐出去 二手藝脈 那我就想說包 有些包其實我都還蠻喜歡 可能我工作用得到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捨取 我大概半年都沒用到這個包 或是一年沒用到的包 就不要再放了啦 就不要放了 四出有人喜歡的 他就把錢捐出來 我就是另外做包和小朋友 我就開始整理 整理到一個布包包的時候 那我想直接就把它放在那個 一個籃子 但是還是覺得 習慣性要摸一下 摸到一個硬的 我覺得是什麼 好久不見了 五年不見了 天啊 我還是很感謝二手藝做藝脈這件事情 讓我再度找到 然後我就從此就隨身攜帶 隨身攜帶 那當然就是有的時候 隨身攜帶 有的時候回家 我還會把它拿下來 擺在我覺得氣場不錯的地方 對 但有的時候可能就不會帶它 但是基本上我都會帶著 就是這樣五年後 又找到 又再次見面了 這是好深的緣分耶 對 人家做玉姐的有緣人 對 他其實一直默默的在守護 今天是有緣了 才能帶到這一塊 真的 也是有緣 請美鳳姐幫我展示頂級傳出 真的 何等的榮幸 真的非常謝謝我們再次 陳董事長 給我這個機會 真的 看上去的時候就覺得 感覺 我真的自己 可以 我自己也會要拍你這個 真的 你可以在影影裡 看到 你應該穿禮服的時候 整個這樣穿搭 那個穿搭 我覺得是可以多元的 是 很棒 翡翠就算要給他帶 對 本來一定要帶 對 從這個故事聽起來 感覺美鳳姐是一個非常習情 然後習慕的人 一定要的 我吃飯 我晚上跟朋友去吃飯 我一定要吃飯 而且我飯裡頭 我會有一粒米 我都吃光光 好棒喔 我要多少 我就盛多少 那個蒸魚 那個湯 半個飯 我一碗就可以吃掉 然後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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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歹歹皆辛苦 都吃光 當然跟我買東西歸買東西 但我的生氣基本上 我們還是 也是要消耀 就是比如說 也都不要隨便浪費 對 可是這些食物啊 就是都來不一樣的 對 嗯嗯嗯嗯 了解 好 這邊我有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據說 美鳳姐會在我們 國慶晚會當中 出現 這是真的嗎 這可是一件大消息喔 好 這是我也覺得被 覺得倍感榮幸 在台灣生日的時間 我能參與 真的很開心 在那個 大概幾個月前 我在高雄做了藍寶石 歌廳秀 那是以前 其實唱那個秀場 是唱那個年代 那現在就慶祝台灣生日 所以那一天 我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表演 好期待 但是基本上還是 端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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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依然美麗這樣子 然後那個 陳董長說 啊你那個暗尾喔 你看你的衣服 露高 有需要 我心裡有 我自己不忘了 不忘了 不忘了 我現在定了 我可以 我在台上 就我來走 就是唱 能夠跟舞淑他一起 哇 當然是 他這個是安全的 是 不行我會有壓力 但是非常謝謝 陳董長的情侶 我那天 我會有一些 小小的變化 跟我在之前 表演作秀 會有不一樣 大家可以高度期待一下 一定非常亮麗的服裝 寶密到家 現在還沒有透露任何一絲休息 好那今天其實我們現場呢 也有非常多漂亮的珍稀老三台翡翠 如果美鳳姐有喜歡的話 你們可以收藏 這樣子 非常感謝 好那我相信呢 有很多那個電子媒體啊 還有平面媒體 一定有非常多問題 想要來採訪一下美鳳姐 走 對對對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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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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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平房 對 我們先先拜一下 美鳳姐左邊 左邊來 站緊 過來 對對對 來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非常 好 來 左邊 好 來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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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多一點 多一點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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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翰哥 這邊肌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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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再來 好 OK OK 帶給你了 可以了 開前發 這邊 還有哪裡喔 還有哪裡 來 舉個手 謝謝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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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